2020年7月14号,法国在疫情当中庆祝国庆节 今年阅兵游行的规模比往年缩小两倍 阅兵突出的主题是向医护工作人员致敬 由于冠状病毒疫情危机依然存在,未防止传染 今年法国7月14号国庆没有安排传统的坦克专甲车队和步行队伍 代致已在西河广场举行检阅仪式 只有2000人参加,规模比以往缩小两倍 但仍保留空中阅兵,50来家战机和20架直升飞机 飞过西河广场的天空参加检阅 今年这种缩小版的国庆阅兵是法国1945年战后以来的首次 除了观礼主席台人数减少,更取消香榭丽舍大道三军阵势 法国担心新冠病毒肺炎将会第二次袭击潮涌 国庆节人潮聚集,必须避免变成病毒感染源 晚上国庆烟火,凯旋门下人潮聚集也被呼吁放弃 今年的法国国庆阅兵第一次将法国医护人员、商店收款员 城市皇位人员大量请进阅兵游行队伍 他们将受到马克龙以及民众的鼓掌欢迎与质疑 法国舆论则特别关注总统马克龙在阅兵仪式之后的国庆访谈 看他阐述他和他的新政府将如何动作 因为冠状病毒疫情不仅给法国造成3万人死亡的悲剧 还将法国的经济推入困境 在病毒肆虐不肯消失的困境当中 马克龙面临的考验是打开脑洞 给国家发展设置新路标 向法国民众介绍他想让法国走一条什么样的新道路 马克龙五年任期进入第三阶段 也是最后的阶段 本次国庆讲话给他提供了一个开启第三阶段的起点的机会 以让他展望一下2022年的总统大选 除了呼吁大家警惕可能爆发第二波疫情之外 马克龙还需要向国民介绍他的重启经济计划 此外中美冷战新格局也对法国和欧洲的未来发展也提出挑战 因此马克龙政府将在国际新格局之下采取立场也令人关注 请不请不吝点赞 认��